众所周知,周星驰是李小龙的超级粉丝,他的很多作品里都有李小龙的影子,因此很多人都好奇周星驰真实的武打水平怎么样,答案是非常厉害。 发小李建仁曾说过,周星驰从小就会功夫,每次打架都是他赢。 著名武术直到远彬也说过,如果论真功夫,可能真子丹都不是周星驰的对手,但是因为无厘头搞笑的风格过于强烈,已经掩盖了他的功夫锋芒。 世人皆知怀于喜剧之王,却无人知晓他其实也很擅长拳脚功夫。 在电影中,更是慧眼十足,挖掘了一大批武打明星,喜剧和功夫彼此碰撞出了意料之外的火花。 本次就带大家盘调一下,星爷电影里出现的那些功夫明星,看哪位的功夫更胜一筹。 第一位,段水流大师兄林国斌。 不是不是,我不是针对你,我不是说在座这么多位,都是垃圾。 就算没看过电影《破坏之王》,这句话应该也听说过。 电影中,段水流大师兄武力直爆棚,轻松打败四大高手,就连奔链手文太来也一拳撂倒。 林国斌进入演艺圈很早,曾在1988年就凭借省港骑兵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人奖。 不过并没有大红,因为长相还被扣上低配黎民的标签。 此外林国斌还是成家班的一员,相比其他成员,林国斌的名气更大一些。 他在影视作品中最厉害的应该就是腿脚功夫,因为他特别喜欢把别人踢飞,特别是主角。 除了《破坏之王》李踢飞过周星驰,《警察故事续集》李踢飞过成龙,《熟带龙威力踢飞过》李连姐,《战狼传说》中甚至连真子丹也被一脚踢飞。 第二位,黄飞鸿第四代传人刘家辉。 刘家辉在唐伯虎点秋香中誓言反派,夺命书生,两人最后的打戏非常精彩,不过结局自然是被周星驰的霸王枪打败。 刘家辉自幼过期给红泉名家刘湛,刘湛又是林世荣的弟子, 所以他也算是一代大侠,黄飞鸿的徒孙。 在七八十年代,刘家辉在《邵氏的力捧之下》是香港影坛红极一时的功夫巨星。 他主演的《少年三十六房》等电影,开创了和尚功夫片的潮流,至今都被欧美地区影迷称为光头英雄。 随着《邵氏从电影转型到电视剧》,刘家辉的演艺生涯也一落千丈,只能出演一些配角。 21世纪初,刘家辉转战内地,出演了《仙剑几侠传》三中的《血剑仙》等角色,被年轻人数知。 最高光的时刻,刘家辉还进军好莱坞,在《杀死别二》参演了系列角色, 本以为会因此事业辉煌,家庭没满,谁知道命运却在这个时候和刘家辉开了个玩笑。 这位风光一时,几乎刀枪不住的著名打星,在2011年意外中风,瘫痪在床,需要接受长期的康复治疗。 如果说病魔无情,尚可以熬过去,但人心的冷漠足以摧毁一个人的意志。 在中风后,妻子儿女争夺财产,前助手趁火打劫,私吞了刘家辉过百万财产, 最后甚至连住养老院的钱都没了,体重更是报收到80多斤。 不过,幸好刘家辉在圈内人缘不错,在住院期间,周星驰、刘德华等给了他不少经济帮助。 在众人细心照顾之下,刘家辉也慢慢恢复了健康。 第三位,最霸气的反派人物,任士官。 作为电影里面的武打配角,八九十年代的印探前辈,很多人记得他的面孔,却叫不上他的名字。 任士官是功夫电影中的常客,经常饰演霸气的大反派,不但拥有一身真功夫,演技也是十分老辣。 他和周星驰合作过电影《鹿顶记》,饰宴的冯熙范,霸气侧漏,张力满满。 任士官出身在内地的一个武术世家,他的父亲任宇田是中国最早的武术指导,大哥任大官和妹妹任宴都是著名的武术大师。 这样的身份背景拥有着深厚的武术功底,让任士官一出道,就得到很多大导演的青睐。 但由于长相不够出彩,任士官没能够一下爆火。 真正让观众记住他的,是在成龙走红之后。 那段时间,演艺日益成熟,再加上伸手不凡,因此收邀在成龙的多部电影中担任反派,经常将成龙打得毫无招架之力。 可惜的是,90年代末期,香港动作片逐渐失去主流市场,这些老打星也随之改行。 最近的一次露面,是在2001年的电影《二五传说》中,之后便销声匿迹,退赢江湖。 第四位,亚洲史太龙,于荣光。 一个月才几百块,你玩什么面啊,天啊。 大家记住于荣光最多的角色,可能都和周星驰无关。 唯一合作的一部电影是《国产007》。 他事业的是008,只是打了个酱油,连周星驰的面都没见,就领盒饭了。 因为早年在香港演了很多电影,于荣光经常被误认为是香港人,但其实他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。 生于金剧世家,自由就受谢曲君涛,并且从小开始习悟,功夫底子相当了得。 1982年,李连杰主演的《少林寺》轰动全国,一夜成名,于荣光观看后也萌生了拍功夫片的想法。 24岁的于荣光决定报考北京电影学院,可无奈最后落选。 好在命运关上一扇门,又为他打开了一扇窗。 1982年,于荣光被北上发展的香港导演徐晓明发掘,邀请他在自己的新片《木棉袈裟》里饰演了头号反派。 这个角色让于荣光一炮而红。 随着香港电影的崛起,于荣光决定南下来香港发展。 在香港发展的数年,于荣光拍摄了近50部影片,角色能文能武,正反派通知,一争一邪,全能演。 他较为经典的一部影片,当属和李连杰、梅艳芳合作的赤子威龙。 与李连杰的那场打戏,让人至今难忘。 除此之外,于荣光和香港当时的一线大咖几乎都合作过,因此于荣光一度被称为亚洲石太龙。 第五位,一代大侠徐少强。 上世纪70年代,徐少强参演的《天惨变》创下香港收视记录。 该剧当年引起巨大轰动,徐少强也成为炙手可制的徐大侠。 更被大众选入了香港最令人难忘的荧幕形象之一。 1992年,周星驰拍摄武装员苏琪儿时,特意邀请徐少强过来出演大反派。 令徐少强惊讶的是,俩人之前从来没有合作过,甚至是不熟。 徐少强接到消息是非常开心的,因为当时的新爷正处于当红时期, 自己也被影坛封杀到无戏可拍的地步。 之后徐少强才了解到为什么周星驰邀请他。 原来是因为周星驰早年喜欢跳舞,有次在舞厅里面喝酒,结账时发现身上钱不够了。 恰巧徐少强在场,便帮他把钱付了,还额外支付了一首歌的时间。 这份情谊周星驰一直暗计在心。 徐少强适应的赵无极,无论是性格上还是武打戏上,都非常的精彩。 影片最后,赵无极身中,降龙十八掌,全身爆炸而亡。 为了演绎出良好的视觉效果, 道具组在徐少强身上安装了六十多个爆破装置。 后来徐少强在采访中说, 在拍摄过程中,一旁的周星驰哈哈大笑,调侃很好玩,这让徐少强很无奈。 不过,对于周星驰的这一做法,徐少强没有责怪的意思。 相反觉得,他很有意思, 他是一个脑袋很灵活,工作又专业的演员。 第六位,火云血神,杨小龙。 近年来,杨小龙最火的一个角色, 就是功夫里的火云血神。 他的蛤蟆功就连杨过小龙女连手都打不过。 虽然最后败给了阿兴的如来生账, 但真正击溃他的,是阿兴那句。 你想好,我搞你啊。 看似云淡风轻,确实杀伤力极强。 杨小龙出生于广东的一个贫困家庭, 为了不让奶奶受欺负, 他经常到武馆前,看人家练武, 把招式记下来回家练。 后来十五岁的他,直接放弃学业, 找到在邵氏当武术指导的叔叔, 开始了学武生涯。 经过多方指导,学会了北派拳法, 咏春拳等。 1981年,33岁的梁小龙因为出演大侠霍原甲, 《陈真一绝》,名声大噪,火遍香港。 更是与李小龙,陈龙,迪龙, 齐名为香港演艺圈的四小龙。 但后来慢慢淡出娱乐圈, 因为出演功夫这部电影, 梁小龙又重新被新一代年轻人所属之。 第七位,李小龙御用替身,圆滑。 功夫不仅重新带回了梁小龙, 还有包租公,圆滑。 其实在这之前, 他已经做了多年配角, 还曾经是李小龙的御用替身。 上世纪六十年代, 有一只非常了得的武生戏班, 七小福戏班。 洪金宝,成龙等人都是其中一份子, 圆滑在戏班中身手很好, 能够做出很多高难度的动作。 由于身材和李小龙极为相似, 多次与李小龙的替身参与跑龙套。 可能有人会问, 李小龙功夫那么好, 为什么还要用替身? 事实上,李小龙会翻跟头, 但他只会侧翻, 后攻翻只能说一般, 而圆滑恰恰弥补了这些小瑕疵。 随着李小龙的离世, 圆滑的事业也慢慢走向低谷。 他合作过的大牌不少, 但都是些让人难以记住的小角色。 1991年, 圆滑第一次和周星驰合作了龙的传人。 在电影中, 圆滑有一句台词是, 我以前是李小龙的替身。 这才让很多观众知道, 原来他就是李小龙以前的替身。 当初拍摄功夫时, 红金豹和周星驰的拍摄理念不同, 闹得不欢而散。 原以为同门圆滑会跟着离开, 但事实上没有。 这个选择也让圆滑一举拿下, 当年的金像奖最佳难配。 谈到这段往事, 圆滑也很感激周星驰, 坦言, 没有他, 我一辈子都拿不到奖。 第八位, 不会武功, 邹兆龙。 当初凭借常卫一决成名, 不会武功的梗, 让观众记忆犹新。 作为上世纪的一位武打明星, 这样的走红方式, 让邹兆龙哭笑不得。 他曾经是洪家班门下的第一大弟子, 洪金宝对他十分器重。 论眼睛和功夫, 邹兆龙绝对是被低估的那一位。 因为家境贫寒, 出道后经常给演员做替身, 但因为打斗一流, 被称为最能打的反派演员, 是很多人心中武打明星的无冕之王。 李连杰曾经这样说, 跟邹兆龙演对手戏非常舒服, 棋逢对手, 打得很过瘾。 于是, 两人先后合作了倚天屠龙祭之, 魔教教主, 中南海保镖等多部作品。 第九位, 功夫皇帝李连杰。 坦论功夫明星就不得不提李连杰, 很多人不知道周星驰也和他有过一次合作。 这部电影就是《龙在天涯》, 可能很少人看过。 当时的周星驰还是星仔, 也是他第一次去美国拍电影。 据说在出发前, 星仔还在机场抱着妈妈大哭了一场。 不过可惜的是, 电影凡想很差, 是一部公认的平庸之作。 重要的是, 李连杰和周星驰都在这部电影之后, 创造出了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。 第十位, 杀人机器周比利。 周比利和李连杰在《金舞英雄》中这段打戏, 堪称功夫片的经典, 两人之间拳拳倒肉, 让人看后直呼过瘾。 周比利除了被认为是香港电影圈最能打的影星, 现实中也真的是一代拳王。 如果我说, 以上介绍的九个人都打不过周比利, 大家应该没有意见吧? 周比利出生于加拿大, 11岁左右学习功夫, 1982年获得轻量级自由补击冠军, 在职业生涯中打过51场比赛, 从未被对手在擂台上KO过。 之后进军演艺圈出演了许多经典角色, 但大多都是反派人物。 其中和周星驰也合作了多部电影, 印象最深的就是《上海滩赌胜》, 最后被周星驰的夺命剪刀脚制服, 还有破坏之王的跆拳道主将。 双脚比双手更灵活, 在不可思议的角度可以踢中对方。 结果没想到被断水流大师兄一拳就给打倒了。 后来周比利在采访中说过, 周星驰反应很快, 实力不容小觑, 成龙打得很乱, 但非常利落潇洒。 顺便提一下和周比利一样, 拳手出身的还有卢慧光, 他是成家班的议员, 也曾是香港泰拳比赛的七连冠, 和周星驰合作的电影有《霹雳先锋》和《千王之王》, 不过观众可能对他的印象不深, 只记住了他和成龙在《罪群二》中的那段打戏。 后来卢慧光曾谈言, 跟随成龙二十年却只能演反派。 大哥,我可不可以演好演? 他说,你演好演,我演什么? 随着一众武打明星的退幕, 那个曾经跨越江湖的时代似乎也在逝去。 特效时代的到来, 再看到那样真实潇洒的影片, 已成奢望。 所幸的是, 江湖虽不在, 但精神永流传。 好了,感谢观看《小城观影》, 我们下期再见。